她说在猫咪走的前一天我打回来了视频电话 告诉她如果太痛的话就别忍了 她可能听懂了我的话 抬头顺着我的声音看了看又躺下了 她说大咪是我家收留的一只流浪猫 04年的6月份在小区楼下发现了它 当时特别的瘦小 两只眼睛都有严重 满脸的泪痕 喂了两天后就把她带回了家 从此开启了长达19年的陪伴 后来15年查出了糖尿病 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 每天打胰岛素 按时吃饭 按时测血糖 可以说她在众多的毛孩子当中 是当之武配的猫爷爷 但最后的时刻没有陪在她身边 没有再抱抱她 也终是遗憾 希望这个天有她毛发的吊牌 可以把这19年所有的美好回忆和爱 能让你再次摸在手心里 不多想再见你 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